正后的保险理赔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 地震事发区受险投保率较低 亚安市受险保费收入6.62亿元 占全国的0.07% 意外险保费收入0.41亿元 占全国的0.11% 健康险保费收入0.65亿元 占全国的0.07% 对比汶川地震赔付数据 预计庐山地震对保险公司盈利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汶川地震的赔付情况 考虑到目前的统计数据还不完全 广发证券提供的分析报告预计 赔偿金额在4000万至9000万元左右 虽然影响整体不大 不过昨天保险股确实走势沉重 全线下跌 板块跌幅超过2%